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身穿红色马甲 说着流利的普通话 今年国庆期间 来自非洲津巴部委的留学生米莱 每天都以这样的姿态 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 提供志愿服务 因为是节日嘛 也会有一些外国游客 过来这边 那么这些外国游客的话 我们也会给他们 外游既往服务 可能有一些外国游客 他可能还是不太懂中文 那么我们帮助他们 给他们记录之类的这些问题 通过这个手拉手这种方式 搭建一个门墙 米莱告诉记者 他本人非常喜欢做公益 在他看来 通过做公益的方式 能认识很多新朋友 并帮助他融入当地社会 当时有一个老人的一个英语班 就是想认真的学习这个英语 谨慎他们跟外国人的这个沟通的能力 如果他们年纪这么大的 他们还是想学习英语 是为了跟我们能够有一个交流 那么我们应该主动去跟他们交流 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结合自身经历 2019年米莱创建了国际志愿者 就是一带一路 所以我们有的目标在这个品牌上面 希望能够帮助各国的这些外国人 在中国在杭州 帮助他们能够融入到当地社会 我希望是说这些既往活动 也可以是多功能的 就是说不仅仅是为社会做这个工赏 为人民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 学习中国文化 学习中国人民的这个 当地的这个文明礼仪 反过来我们也是可以传播 自己国家的文化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容易 谢谢